《大陈醫生》 《大陈醫生》 你覺得我和你有沒有做過一些 走在社會運動的前線呢? 有沒有壓抗我們? 其實你講回剛才劉錦針 我三年前已經有一首歌 就是講劉錦 《弥賈餘防針》 在兒童的節目 《兒歌金曲》已經上了榜 基本上我們政府是慢了一些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推政府 醫生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就是有一個前瞻性 和時時的反省 有些事情是否正確 有些事情是否不足夠 不只是講自己份內的事情 我覺得有一個良心在這裡 是需要去參與的 所以不可以這麼狹窄 只看醫生 我們的前輩孫中山醫生 正正當時不只是關心人 傷風鼻涕還是做手術的事情 他看到整個國家的需要 那麼我們的魯迅 當然也是在讀醫 所以我覺得 如果 在這幾十年裡面 我們醫生去重症的 根本是比例上少了 就是因為可能我們有一種心態 不知為何會好 覺得應該我們限於醫療界裡面 不可以這麼嘲笑 我以後看到史太祖 我真的一定不會說他是政客 而是關心社會的人 走去實踐當中 走去實踐當中 你很難去處理各方面的不同的看法 當你要處理不同的看法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史太祖 你有這一方面的素質是可以去做的 我們圍港保護在一起 我就是K哥之王 你就是喊咪之王 簡直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 你喊咪真是好東西 空氣 空氣污染 沒錯 我們上交 是啊 其實就算在醫學會裡面 你做了幾年副會長 我都記得 你是有主領過一兩個小組 就是不單止是控煙的問題 控煙的問題 還有空氣污染 環保的小組也是 不過現在你去做這個直選的立法會 我希望你是更加做到多一點 但是我也知道不容易做的 我也希望你可以努力 因為我其實呢 剛剛過了這幾個月 其實我跟現在的會長謝鴻卿 一起去努力去做一個食物養標籤法 才發現原來在立法會裡面 其實他們是很辛苦的議員 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一會兒又有美國領事館的人走出來 去哭打哭殺 一會兒自由黨他們有錢到盡 即是去賣廣告賣到行 一會兒有很多不同的黨 但是我們原來專業 那把聲音細微到什麼感 我們這幾天只可以說技術官僚的人 根本永遠是不夠去砌 所以去到立法會裡面 發覺有些聲音被人浸了 以後呢 我相信呢 施太祖 我希望呢 你真的能夠可以出到聲 就不只是從醫學界去看 就是從整個社會的利益去看 但是不要忘記市民的健康需要利益 是的 如果你說起我們輕微的很小的力量 在立法會裡面 即是說的食物標籤 你記得嗎 就是最後那個關節那幾天 我們從營養師 我們每個人出來 我們在立法會門口 我們一起在這裡做 我們在醫學會 我叫咪啊 多懷念你啊 我叫咪啊 多懷念你啊 終於政府自己提出的 那些修訂 終於就沒有了 終於有些人說 好像政府就說是失敗 那接著有些人說 喂 你們政府說自己是失敗 原來在側側側在笑 有些醫學界出來在那裡支持 終於政府原來那個關節會過了 所以這個世界上 政治的事情就是這樣的 一定要爭取 說起立法會 其實我覺得呢 立法會裡面呢 其實真的很多律師 嗯 那麼我們醫生呢 真是很少啦 嗯 我認為立法會呢 真的需要多一個醫生 是啊 那麼可以呢 看著我們的公共醫療 保障市民的健康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你覺得是不是 是不是多一個醫生 是不是好一點呢 多一個醫生好 但是這個醫生的質地 好像你那樣 謝謝 除了關懷這個市民 也關懷弱勢的市民 甚至關懷祖國弱勢的市民 以及其他海外有事出現的問題 有問題出現的時候 可以參與和組織這些事情 我記得你在海嘯那一次 那一次參與和組織籌款 我們籌款的活動 那個音樂會 不同時間 上去這個跨人行動 就是工作 做學重生下去 做學重生下去 很早之前 湖北水災 我也上去 那一次是 與國家的溝通 以及表達對這個弱勢社 社群的關注 作為立法會議員 是需要去表現到 我們是有這個心的